人口贩卖是我最憎恨的事情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到目前为止救援上的一些经验总结 上一次在青莱救援了两位贵阳的小孩 营救行动之后 我们又和泰国警方还有红星的记者 一起参与过几次拦截与救援 过几天红星会来更新视频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想和大家来聊一下 在遇到这种人口贩卖的时候应该如何自救 首先根据多个被害人的真实情况可以知道 现在从云南偷渡到棉被已经非常困难了 只要抓到不是15年就是吃花生米 所以他们的新路线基本上都是从广西通过海路 或者陆路抵达越南 然后途经柬埔寨抵达泰国 最终送往缅甸妙阿地或者缅甸大吉利 那么在缅甸和越南境内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也不清楚 但是只要你在泰国境内了 这个时候舌头可能会恐吓你 告诉你他们在泰国和警察有什么关系 你跑了也能把你抓回来什么的话 但是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相信 首先尽可能和家人或者属地官取得联系 并发送位置和车辆信息 最好可以开启后台定位 如果手机被摸收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用硬物向挟持你的人进行攻击 然后一定要逃离车辆 逃离之后可以用英语 help或者泰语 吹对吹对来求救 或者可以让路人帮你拨打191泰国的报警热线 如果很极端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考虑去损坏他人的公共财物 比如说砸路人的车辆引起公共的注意 最终等待泰国警察到场 只要你能解释的清楚 你是因为在被人口贩协迫下 被逼的情况只能出此瞎策的话 泰国警察是不会刁难你的 这个时候只要人身安全了 应当一起拨打领事保护热线12308 在海外应当拨打 然后领保热线会联系当地的领馆 如果你在泰国的中部 他们会联络曼谷总领馆的领事保护 如果你在美所或者北边 他们会联系清迈的领馆 现在的领保服务都是到很晚的 我们上次大晚上12点了还能联系上 哪怕是联系我们都可以 所以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一定要自救 千万不能做待宰的羔羊 一旦你什么都不做 最后到了园区里 那真的就是人生终点站了 真的希望这一篇可以帮到大家 感谢观看 милли亿了 很多人都是ox bananas 你呆瞒